迪士尼的电影 为主角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终于开机了 电影的定装照也随之曝光 《花木兰》由丽基卡罗指导 刘亦菲主演 还有甄子丹、李连杰、孔玉等大牌明星强势加盟 可以说演人阵容十分豪华 而就在近日 刘亦菲《花木兰》的定装照曝光 一概往日的戏女形象 此次刘亦菲所饰演的《花木兰》 女中豪杰的气场十分突出 照片中 刘亦菲一身红衣 手指长剑 长发皮散下来 似乎《花木兰》练剑的扮相 身穿红衣的刘亦菲十分能昭写中国古代的侠客风范 从照片中透露出一股灵力肃杀的气息 而另一张照片中的刘亦菲则是穿一身黑色紧身衣 她的头发高高竖起 穿着长靴 一身黑衣的她不仅仅像一名女战士 更像是一名女侧客 而她的眼神中则是透露着一往无前的坚定 对于此次刘亦菲的定装照 许多粉丝直呼帅气 更是期待于刘亦菲所饰演的《花木兰》这一角色 同时也有粉丝担心刘亦菲是否能够下入《花木兰》这种帅气的角色 毕竟《花木兰》这个角色和刘亦菲以往所饰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差别 众所周知刘亦菲被称为神仙姐姐 她所扮演的古装女子 基本上都是仙女型的 可以说是十分有气质 仙气十足的类型 比如 令观众印象深刻的《仙剑奇侠传》中的赵灵儿 刘亦菲饰演的赵灵儿十分有灵气 还有《神雕侠宇》中的小龙女 可以说一出场就是仙气十足 同圈牌中的邻居 一身红衣显得十分美艳 还有《鸿门眼》中的鱼姬 轻力出城 难怪能让霸王一见倾心 而《花木兰》与这些女性角色完全不同 属于女中豪杰 想要饰演《花木兰》 就必须要能演出那种英姿撒闯的气质 不过 看刘亦菲的定妆照可以看出来 刘亦菲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这种气质 而且为了让角色更接近原版动画 化妆师特意将刘亦菲的肤色弄黄 以更贴近原版角色 《花木兰》将在2020年上映 对于这部电影 小编是十分期待的 你呢?